天光镜和太阳镜的区别 天光镜和太阳镜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人不太了解 那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 它们是对光线的一个吸收是不一样的 太阳镜啊 它只能降低一个光线的强度 它不能对像炫光啊 折射光进行一个折射 所以这些光线啊 还是会进入到你的眼睛里 但是呢 这偏光镜呢不一样 它可以对炫光 折射光等一些光线进行一个折射 很好地起到了一个保护眼睛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不一样 是价格上的不一样 偏光镜的市场价格呢 一般是远高于太阳镜的 因为它采取了一个偏光的原理 所以在造价上啊 是比较偏高的 然后第三个不一样呢 是它们对事物的颜色的改变程度不一样 太阳镜你戴上以后啊 会觉得周围会变得比较暗 特别是像对红绿灯的一个辨识 会大打折扣 而偏光镜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偏光镜呢 你戴上以后会发现周围啊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建议驾驶员们开车的时候啊 都是配戴偏光镜 不要佩戴太阳镜 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车祸 第三个不同呢 还有它们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是不一样的 太阳镜其实对紫外线的阻挡啊 是很低的 但是偏光镜呢 很高 它们阻挡紫外线的99%以上 以上就是偏光镜和太阳镜的区别啦 谢谢大家